台防务部门宣称将成立防务媒体中心 对大陆进一步开展认知战 民进党当局正如何操作议题设置 将造成哪些恶劣影响 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鼓吹对大陆功心夺志 蔡英文有哪些套路 大家好 欢迎收看海峡两岸 我是桑辰 综合台湾媒体的消息 台防务部门日前宣称 将要参考美国国防部 成立防务媒体局的做法 成立一个防务媒体中心 旨在反制大陆认知作战 对大陆发动认知战 民进党当局都有哪些花招呢 而如何看待其恶劣影响 今天就以上内容 为你邀请到了两个嘉宾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敏忠先生 您好 桑辰好 张鑫胜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北京本台评论员张鑫先生 欢迎 桑辰你好 台北的王先生好 全球的样式观众大家好 抗中又搞新招数 蔡英文发动认知战 相关内容我们通过新闻 来了解一下近一个短片 综合台媒消息 台防务部门日前旺称 为因应大陆频繁以假讯息 对台认知作战 将仿照美国防务媒体局 成立防务媒体中心 10月1号市边乘运行 据报道 该中心将整合台湾 青年日报 军文社 汉声广播电台等专业单位力量 意在统合台湾军方专业文宣能量 所谓认知战又被称为知识战 是当代战争的一种新形态 这一概念在俄乌冲突后 由北约提及并迅速传播 而后被民进党当局反复运用 屡屡指向大陆 台湾防务部门将成立的这个媒体中心 是否就是帮助蔡英文 进行认知战的一个机构 而对外他们打的是什么旗号 说到幻影认知战打手 这是第一家吗 而所谓的认知战 具体指的又是什么呢 美国国防部呢 确实它有一个这个防务部门的 相应的这种媒体啊 等等认知方面的相关的管理部门 那么台湾呢 这次呢也是希望利用呢 它的防务部门成立相关的 这样一个媒体中心也好 是这个认知作战的机构也好 能够达到呢 跟大陆对抗的一个目的 我们看到这次呢 民进党当局呢 设定这个所谓认知作战的相关部门呢 大概包含了它军队所属的三个机构 一个就是它的军文社 也就是在军方的这个通讯社 另外一个是它的青年日报 还有一个叫汉声广播电台 这三家基本上涵盖了 比如平面媒体 对吧 这个广电媒体 通讯社 当然他们下面还有容媒体中心等等 涉及到了网络广播电视 还有这个报纸等等一系列的 全媒体的容媒体的概念 希望通过这样来对抗大陆 那它对抗大陆的是什么呢 因为这些年来啊 我们在反读促统方面 我们的力度非常大 所以要防范这样的一种 大陆对台湾进行的 反读促统的宣传 怎么办呢 岛内的相关机构 能够通过这种网络呀 包括普通的这种传统媒体呀等等 能够形成一个由民进党掌控的 对抗大陆 舆论宣传的这样的一个机构 或者一种整体的一种规模 或者是一个网络体系 那么最终呢 形成由民进党来钳制岛内舆论 控制岛内思想 甚至诱导岛内民众认知的 这样一个作用 其实民进党除了成立新的 这种认知战的相关机构之外呢 他们也在利用现有的平台 来进行认知战 那么秉重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目前在岛内 大概呢有多少家电视台和新闻媒体 而其中又有多少 已经被民进党所控制 那平时我们所说的绿媒 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台湾电视的新闻频道 最重要的就是被称为 淡黄区的49到56台 那么其中最典型的绿媒呢 就是53台明示 还有54台三立的新闻台 他们和自由时报 被合称为叫做三明治 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呢 是历史悠久的老绿媒了 他们的经营者 投资者 支持者 也都是清一色民进党的人嘛 也是啊 近30年来台湾岛内 台独思想最重要的传播源头 我记得在我小学的时候呢 当时台湾媒体还习惯 称海峡对岸呢 叫做大陆 但是明示新闻就率先 称大陆为中国 意思说台湾不算中国的一部分 那么现在这一套 一中一台的话语体系 已经啊 是传染给整个台湾的媒体圈了 至于啊 我们也看到三立的创始人 叫做林昆海 那么他甚至呢 是和蔡英文所倚重的 黑道老大黄成国 共同成立民进党党内 叫做海国会的这个派系 那么培养了一大票啊 绿营的政客啦 还有名嘴 那么更有名的呢 就是在今年四月份呢 就是三立 才刚刚制造出 所谓大陆高铁 没有靠背的谣言 此外呢 像是49台 50台 表面上呢 是分别属于 伊甸市还有年代 但是呢 早在2013年呢 就被炼台生 和林昆海合作来经营 属于一个集团 在2014年 当时我们看到 台独所搞的 反服貌太阳花呢 在那段期间呢 这个49台 50台 都是不断地来鼓吹 分裂主义 甚至后来还去支持港独 那么原频道52台 现在呢 被华视新闻台入驻 而这个华视啊 号称和公视 都是台湾岛内 公益性质 是要超越党派的 公广集团 但实际上呢 也早就被蔡英文 一手操控了 所以我们看到 华视新闻呢 也制作了一大堆 台独 港独的反华节目 在2022年的时候呢 甚至还用惊悚的字眼呢 宣称解放军 轰炸台北地区的 这个假新闻 所以我们可以说啊 台湾看似 从49到56 这个所谓 多元的新闻频道 但是实则 几乎都是绿媒 而景胜的这个蓝媒 看到了中天的下场 那么也不太敢呢 再去和台独思想 正面交锋了 所以民进党 确实啊 已经成功的 对台湾各家新闻频道 一统江湖 看起来 岛内的大部分媒体呢 都已经被 民进党所操控了 以此呢 来传播 宣传大陆的一些 负面新闻 来误导台湾的民众 那么剩下为数不多的 仍然在坚持 正义公平报道的 这些媒体 对此 民进党当局 又是如何打压他们的呢 台湾民众啊 这种啊 要交流 要合作的 要发展的 这样一个 要和平的 这样的一个大趋势 它是个主流民意 那么怎么来 对抗这股主流民意呢 民进党当局 当然就要 首先要控制舆论 那么控制舆论 入手在哪儿呢 当然是这些媒体了 这些媒体 只要不按照 这个民进党的剧本 去进行宣传 不按照民进党的意图 去进行传播的话 那么都在 它的管控范围之内 甚至有的 这个说了民进党的 这个一些相应的 执政的一些 掠迹等等 那么民进党 都要想尽办法 对它进行打压 最典型的一个案例 就是中天电视台 被关台的 这样一个事件 我们看到中天电视台 其实它在这个 节目当中 也就是客观地 报道了 比如大陆的一些情况 对民进党一些 相应的这种 违背民意的 倒行逆施的政策 进行了一些批评 但是就被它 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而且这里面 还有一层背景是什么呢 中天电视台 原来呢 蓝莹的色彩比较浓厚 那么这种情况下 对于民进党来讲 不光是说 因为你的这个言语 对我进行了攻击 或者说 接了我的短 还有一个 它要为了选举获胜 必须对蓝莹进行打压 那么要把这个台湾的媒体 变成绿油油的一片 所以你看 它采用这种 所谓公平的方式 搞用这个台湾的 通信传播委员会 也就是简称叫NCC 几个评委来评定 看似好像很公平 流程走得很完整 程序好像很规范 但是最终结果 明眼人都知道 那就是在秉承着 民进党的意志 秉承着蔡英文的意志 最终中天电视台只能被关台 那么除了中天电视台 我们看到在两岸关系上 民进党当局 这种所谓的认知作战 这种控制媒体 混淆视听 扰乱舆论的做法 也是无所不用其极 比如说 对这个台湾党的民众 渲染所谓的大陆威胁 它的渲染威胁 除了它自己叫嚣 自己编一些新闻等等 甚至呢 引用一些 此需乌有 大陆民众的一些看法 说大陆民众 这个要武统台湾 要这个对台湾动武 这个已经这个 形成了相应的这种趋势等等 大陆民众对台湾如何如何 就是在挑弄着 两岸中国人的这种对立 利用 我说戒人之口嘛 是吧 要妄图要戒刀杀人 那么另外一点呢 就是呢 对内它也恐吓台湾的民众 就比如说 对台湾年轻人来讲 你要去大陆吧 现在我们知道 很多台湾年轻人 把未来的发展空间 都定格在大陆 希望未来能够在大陆 因为大陆的市场广阔 前景也广阔 但是民进党想 你台湾年轻人 如果到大陆去的话 了解一个真实的大陆 我跟你说的话 可能就变了 你可能真的这个过去 被我们洗脑的认知 就改变了 那怎么办呢 我吓唬你呗 不能去大陆 到了大陆机场 就会被抓起来 你到了大陆之后 大陆的这如何如何 这样那样 反正子虚乌有地 给你编一堆鬼话 骗这个年轻人 总而言之 民党当群呢 就是利用现在 他们手中的这份权力 不断地去操控 岛内的舆论和媒体 制造寒蝉效应 那么颠倒黑白 使广大的台湾民众 完全失去了言论自由 那具体 他们是如何操作的呢 我们通过短片 继续了解一下 分析认为 民进党当局 所谓反制大陆 认知作战 简而言之 就是通过各种手段 将大陆向岛内 传递的反毒促统信号 一律混淆概念 进行错误解读 用以欺骗岛内民众 形成抗中的舆论氛围 而绿营换养网军 操纵舆论 也早已经成为 岛内公开的秘密 刚才两位都分别谈到 民进党搞认知作战 其实是行之已久的 其中1450 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体现 那么这些年来 民进党当局 究竟是利用了 什么样的手段 来换养网军的呢 民进党早从90年代末 就开始注重培养网军 那么通过吸收校园里头 具有论述力 还有斗争性的携手 在各大论坛 密集的发帖回帖 引导这个舆论的走向 像是呢 现在具有高知名度的 这个绿营的名义代表 也是呢 我台大的学姐高嘉瑜 在她担任台大学生会 干部的时候呢 就是做绿营网军起家 那么后来我们看 蔡英文上台之后啊 更曾经编列 1450万新台币 给这个农业部门啊 成立所谓新媒体应应团队 美其名呢 叫做要防范假讯息 实际上啊 就是用台湾人民的纳税钱呢 去替民进党培养网军操弄风向 所以呢 大家说这个所谓呢 躲在键盘后面的绿营打手 就叫做呢 1450 那随着后来新媒体呢 越来越发达 这个手法呢 也是千奇百怪 那么这种网军呢 发展成一套专业的产业链 可以通过专业的公关公司 注册呢 成千上万的人头账号 犹如啊 就是诈骗集团 那么背后实际上呢 是同一个来源在操控 一旦呢 发生热点话题 或者选举需要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集体发力 来带风向 那么让你产生啊 觉得说 哎 怎么大家一口同声 都这么说呀 就产生这个民意的 好像就是这样的 这个错觉 那么他们甚至呢 可以动用庞大的网军部队 去恶意检举对手 让对手的账号呢 被封锁 所以呢 像是2014年 当时我站出来 直接反对台独 搞这个所谓的 太阳花暴力攻占立法机构 那么这些网军呢 立刻啊 就用各种理由 来检举我的网络社群媒体号 检举到呢 这个网络号呢 被下架 逐渐呢 这种网军霸凌 真的是非常可怕 那么尤其值得我们警惕的呢 是台湾这些 所谓的1450 更多次假装大陆账号 渗透到大陆的舆论场里头 那么经常用我们说 叫做低级红 高级黑的方式 来挑拨离境 一个很新鸣的例子呢 就是毕人在下 我的高中同班同学 绿媒携手林伟峰 被揭发反串的案子 他刻意啊 假扮成大陆网民 发布各种攻击台湾官方的文章 那么呢 自导自演呢 制造出一种啊 哎呀 大陆网军好可怕呀 现在渗透到台湾的假象 那么呢 来帮助民进党呢 得到一个所谓呢 大搞绿色恐怖 反渗透的正当性 顺便呢 还一石二鸟 营造出大陆很可怕的 这种认知 那么由此呢 我们就可以来了解啊 这些1450已经是出神入化 艺人呢 分事多角 也难怪呢 当年赖清德 在和蔡英文 彼此呢 这个来争民进党提名的时候 赖清德都曾经 公开求饶 说拜托蔡英文 别再用网军攻击他了 看来网军呢 早已经成为了 民进党当局的一个台独帮凶啊 而与此同时 他们对于美西方国家势力的 所作所为 又是如何的反应和态度呢 而民进党当局又是如何 出口转内销的呢 民进党当局啊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 出口转内销的手段啊 就是什么呢 就是放大国际社会 特别是西方社会 一些涉台的相关内容 比如说美国 特别是美国 美国有一个跟涉台相关的内容 他一定要把它放大 比如我们知道 美国这个民主党共和党 他之间的这样一个 权力斗争是很激烈的 在一些特定时间段 为了选举的需要 会打中国牌 对吧 他会打对华牌 那么在中国牌里面 他又会打中国台湾地区的牌 对吧 他把这台湾问题吵起来 其实说白了 没解决什么问题 就是两党之间 参议院 众议院 包括这些议员之间的 一些交锋 或者说 把它当作一个工具 或者一个议题 但是到了民进党这 把它就放大了 营造出一个 美国国会上下 参众两院 支持台湾的 这样一种假象 就是放大这种国际议题 形成与我有利的 这样一种局面 那么包括一些国际议题上 它不仅说是要 这个放大这些 涉台的相关的议题 甚至主动去贴 对方的相关的话题 包括日本 我们知道 最近大家都关注 日本把这个核废水 开始排向了这个太平洋了 那么在这个核废水问题上也是 它把这个核废水和冷却水 把它混淆起来 故意混淆起来 然后减低这个事情 对台湾民众的一个冲击 或者相应关注的一个力度 所以这些问题 其实对于民进党来讲 它是做的是非常 可以说是熟练的 那么在一些 关乎到两岸 大是大非的问题上 民进党更是把这种认知作战 把这种相应的手段 用到极致 比如说俄乌局势 这个开始之后 我们看到 不断地宣传西方 所谓的 今日乌克兰 明日台湾 这样一种欺骗人的说法 自己岛内也要营造这种 说是这个台湾 就是下一个乌克兰 这样的说法 一方面营造悲情 展现这种 所谓的大陆威胁论 另一方面 也要鼓动台湾民众 要像这个乌克兰一样 搞这个所谓全岛结兵 搞这个拼死抵抗等等 所以你看 他把一些国际问题 生拉硬拽地 安在台湾的身上 然后从文化的源头上 割断台湾青年 中华文化的传承 我给你举个简单例子 之前的我们已经 披过很多次了 你比如 有这个绿营的人士 在这个一些相应的媒体上说 比如说 妈祖不是中国人 关公不是中国人 为什么呢 因为妈祖他是宋朝人 他是宋朝 原型在宋朝 关公是汉朝人 你说这种简直是 我说就匪夷所思的 已经完全是颠覆了 正常认知的说法 竟然堂而皇之地 登在绿营媒体上 那你要按这么说 屈原也不是中国人 屈原是楚国人 对不对 孔子 孔子也不是中国人 孔子是鲁国人 所以这种偷换概念 有的时候是真傻 一些台湾的这种 绿营的支持者是真傻 有的是装傻 甚至有的是使坏 所以他这个从各个层面 来搞这个认知作战 来加强对台湾民众的 愚弄宣传引导 甚至是这种洗脑 确实台湾人民的眼睛 是雪亮的 我们看到这些年来 大陆本着两岸一家亲的理念 不断地向台湾 释放各种各样的善意和优惠 但是对于这些善意 民进党当局又是如何回应的呢 民进党向来就是擅长将大陆的善意 一概扭曲抹黑 甚至倒打一耙攻击大陆 比如大陆不计较 两岸直接贸易不公平的问题 对台湾实施会台让利 结果还被民进党说成 叫做统战阴谋 不安好心 说是糖衣毒药 甚至还鬼扯 说解放军会躲在直飞台湾的班机里头 来木马屠城 那么还说将来台湾市面上的理法店里头 都会被大陆劳工占据 那么洗头兼洗脑 结果真正的我们看到 洗脑台湾人的 恰恰就是你民进党自己 那么用这些颠倒是非的谣言 来煽动台湾青年去反服貌 最后是自己封死台湾经济的出路 又比如说在2021年 当时台湾新冠肺炎疫情严重 那么先是闹口罩荒 接着又是疫苗荒 那么我们看到 左国大陆率先宣布 愿意提供台湾应急的疫苗 但是民进党当局不但是不领情 而且所谓的防御指挥官陈时中 还用中国人打的疫苗 我们不敢打这种话 来反羞辱大陆 那么甚至在整个疫情的期间 都是防鹿不防羊 那么直到现在还以叫做防疫的理由 来对绝大多数大陆同胞来台进行限制 可以说是狗咬吕洞宾 不是好人心 更积极还制造了一种 好像大陆随时要危害台湾的认知 巩固民进党抗中保台的宣传需要 而这种反中意识形态的洗脑 甚至还深入到 八竿子和政治打不着的日常生活里头 比如说我们知道 大陆有很多小吃食品 像是螺蛳粉深受台湾同胞的喜爱 结果前阵子就因为 大陆螺蛳粉的包装上 有一句叫做 你是中国人 我也是中国人 所以四舍五路一下 你就是我的人 结果这样的一个土味情话 被民进党当局大张旗鼓 说要查尽 因为这是统战的阴谋 那么甚至我们说 台湾的小学生觉得 大陆的社群网站很好玩 很好用 有很多这个APP有许多休闲娱乐的资讯 结果也被民进党当局说要防范 这个民进党当局为了搞反华认知战 可以说是从政治经贸文化娱乐宗教 无孔不入 简直就是失心风势的 要切断两岸一切的情感连结 那么从娃娃开始就进行反华洗脑 将大陆的善意视为恶意 完全的颠倒黑白 而现在更是想进一步的误导民众 所以是想方设法的引导舆论 妄图控制台湾民众的精神与思想 我们继续通过新闻来了解一下 评论认为 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冲突与对抗 越来越转移到以人的思想为主战场的较量 民进党当局选择站在中国大陆的对立面 参与到西方反华阵营的认知作战 其花样不断翻新 议题变来变去 包括操纵媒体 资金 人员和内容等 制造话题冲突 混淆视听 改变民众的认知基础 达到攻心夺志的战略目的 中国的兵法有云 攻心为上 那么民进党当局不断地扩军 还有不断地加紧对美军构等等 那么与他们这些准备发动热战的手法相比较 秉重你觉得认知战 它的复杂性 激烈性 以及危害性又在哪些方面呢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种台独认知战的可怕 30年前 台湾刚刚开放和大陆民间交流的年代 两岸虽然说有制度的分歧 但台湾岛内的中国认同 仍然有一定的土壤 为两岸和平稳定提供良好条件 也为祖国的和平统一 创造了无限光明前景 但是李登辉任内逐渐台面化的去中国化政策 通过教科书以及媒体的洗脑 到了2014年我们看到的台独太阳化的暴动 可以说是总爆发 因为等于就是像我这一代成长的台湾人 那么我们被李登辉以来到陈水扁的这种洗脑所影响 那么开始已经来把持台湾的教育媒体的主流 而我们这一代人的中心思想就已经是受民进党台独的强力主导 那么我们又看到现在民进党和岛内的台独势力 他们当然是有计划的来执行这一整套的洗脑工程 我记得在2014年当时我为了反对太阳化 上遍了台湾各大电视政论节目 那么那个时候坐在我旁边的民进党明代梁文杰 现在已经坐到所谓陆委会的副主委 当时他就公开说 我们不必宣布法理台独 我们只要继续通过教育 让台湾人人都是天然独 那么自然就会永远支持民进党 其实蔡英文本人也多次强调过这个天然独的概念 并且以此来定义说 台独就是现状 那么甚至还认为说可以倒过来 用这个来要挟大陆 要求大陆要接受民进党 那么说穿了就是用表面温和的方式 在挑衅鸿信 确实认知作战可以称得上是一场 没有硝烟的战争 而他们的手法也是花样繁多 无时无刻不再展开 但是最终能够得逞吗 大陆又应该如何应对呢 每到选举的时候 民进党的这些招数或者叫奥部 用的会越来越多 用的会越来越极端 这其实是一个惯例了 我们就拿这次选举来说 民进党当局不断地声称 大陆要介入台湾选举 有媒体列出了说是 台湾的大陆介入台湾 所谓选举的这样的几种方式 你比如说在这个军事上 大陆通过这样的一个军事演练等等 对民进党当局施压 介入台湾的选举 大家都知道 大陆的军事演练战备警循是干嘛的 其实就很明确的一条 打击遏制台独势力和外部势力的干涉 我不管你选举不选举 不管是什么时刻 不管什么天气 不管是这个几点钟 只要你敢越雷池一步 我们就要有所行动 但是你看 他到了台湾岛内之后 他为了淡化台湾民众的焦虑 甚至为选举去考虑的话 他把这个转移到 说是就选举了 对我们施压了 你们更得支持我 打这种所谓悲情牌 那么再比如在媒体上 大陆一些反毒促统的 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作品 在台湾也是遭到了诋毁 又被冠以所谓统战的这样的旗号 那么在经济上 大陆采取的一系列的措施 也被民进党妖魔化 污名化 做认为是介入选举的手段 其实我们都知道 这些年大陆采取了 一系列的会台的政策 也开放了很多领域 对台湾的这样一个便利的条件 包括给予台湾同胞同等待遇 目的是什么 就是两岸都是中国人 让两岸中国人能够共享 我们经济发展 民族复兴的荣光 能够让台湾的民众 享受大陆的同等待遇 进而两岸融合发展 这就是我们的初衷 但是这些会台政策 你看看民进党怎么说的 这都是毒药 甚至连台湾已经获利了 不知道多少年的 埃克法两岸经贸合作框架协议 都被它污名化为 裹着糖衣的毒药 一边吃着大陆 转着大陆的 一边又诋毁大陆 攻击大陆 甚至对抗大陆 民进党这些招数 其实用到这儿啊 说实话 已经没有什么新招可用了 所以啊 不管它这个轨迹多端 变化有多少 其实这些阴谋啊 都最终都会破产的 这都是民进党 在做一些困兽油斗 在短时间内 可能会产生一定影响 但是从长远的发展看 这些所有的手段 最终都会用事实 一一把它击碎 两岸实现统一的 这样一个脚步和进程 也绝不会停 尽管民进党当局 搞认知作战 花样不断翻新 议题呢 也是变来变去 但其效果注定有限 更无法撼动 大陆方面推进 国家统一进程的 强大意志 一系列操作 与2300万台湾同胞 谋求更美好生活的追求 是相违背的 所以终将导致 民进党陷入 不能自拔的境内当中 再次感谢两位 对以上内容所做的 分析介绍 谢谢秉忠 谢谢桑辰 张先生再会 各位观众朋友再会 谢谢张斌 谢谢桑辰 谢谢秉忠 观众朋友 大家再会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海虾两岸 下期再会